人生总会面对很多失意 我经常会因为自己某钱 而減到自卑 对生活失去信心 但是 每一次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周精慈先生 说我一句话 做人 如果某梦想 看对咸而有什么分别 我叫做黄师傅 我从来没有放弃 成为一个特级慈禧的理想 所以 19推过年 我就在少林池学炒菜 当时少林池方丈 见我俊仔 教识我一个名菜 清清海鱼 那道红瓜斑 是我尝试在太平洋游泳的时候做过 绝对是生满的 挖两刀拜上筷子 然后准备姜丝 葱花 先把姜丝铺在仪的上面 再去的伤口辣木烟 虽然是口残忍 但是等下吃的时候相当甜 开火 等锅头七英勾勾的时候 放入红瓜斑 接下来的八分钟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跟你小河班战人打个吃鸡 没错 开枪收剂 嗯 继续收剂 不知不过八分钟过去 打开锅过一时间 哇 深海鱼的鲜香 永远是那些淡水仪 没有办法相比的 磁雕筷子 淋上八二年的豉油 再铺上的已经切得 平均匀的葱丁 烧油 漂亮 清蒸薯班尼 是业菜中的经典 不但肉质鲜米能滑 而且追大限度保留薯班尼的营养价值 就像那十八歲的少年一樣 看到你流口水 你這個廢產 你偷我二成 廢產